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一个就是是不是也代表说 就这个改变是不是代表着两岸开始没有分这个界线了 通通都是金门附近的海域 再来还有一个细节是 大家看到中国大陆的海景上面的炮衣 本来这个船只远远看的时候 是看得到有盖上炮衣的 但是近看的时候发现炮衣竟然脱掉了 那这可能是不是也代表着有一种 这个威慑的这样的一个意味 震慑的一个意味 那另外我们看看 接种这个我们的军事专家 他说倘若中国大陆认为 金门禁限制水域的执法事实巩固了 恐怕会在这个法律战推到海峡中线移动 那海峡中线虽然在 这个中国大陆的领海范围之外 不过主张的是经济海域 未来可能台湾有效管辖这个事实 是不是会被这个大陆步步逼近 接下来就用这种法律上面的一个认知 来把他这个执法变成一个事实巩固 那再来看看这个像户主权 感觉上面明显是不是都是 海英的表面功夫 因为太平岛的码头整舰 今天开始启用了 可是蔡英文卸任还没卸任啊 卸任前是不是要登岛 讲了半天他都没有要回应这件事情 浩知17亿元的南沙太平洋 港策俊升的码头整修工程 今天要举行完工的启用仪式 我们看到这个蓝营的委员 翁晓琳就讲说 蔡英文八年任期却从来没有登岛 你真的是重视中华民国的主权跟治权吗 你应该要去巡视一下 表态一下啊 那王宏威委员也提到了 蔡英文应该是有美国的压力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没有听到蔡英文讲任何的登岛计划 民进党一天到晚说维护主权 寸土不让 但是结果碰到美国 是不是就矮了半寸啊 所以提都不提 好像太平岛这件事情 装作没有看见 那绿营现在要再扯美国了 前些日子我们听到说 有打伤美国顾问团成员的三位 这个在金门这边的人士 现在于北辰将军啊 他就出来讲说 这三个人可能是第五纵队哦 这个美军的绿扁帽到台湾指令 他们有个命令 就是不准跟当地的民众起任何冲突 所以这个美军他们是一再退让哦 因为你看他们的手臂哦 比我的小腿还来得粗哦 那反击的话还得了啊 就意思是说 美军要反击他们那么魁梧 怎么可能不反击呢 那他们是忍让着这三个人 那这三个人又是谁呢 他就讲说这三个人哦 是要刻意制造争端 所以是绿扁 不是是这个第五纵队 特地要去挑衅绿扁帽部队哦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讲法 原来是说 在很多的这个绿营的侧衣的一些粉砖 他们就开始在那边讲啊 讲说哦 他们都是在这个脸书里面哦 他们去肉搜这三个人 说在这个脸书里面 他们是亲共社团 这个徐中茂图文馆的成员 目的很明显就要借此来破坏 台美关系制造仇恨 他们是第五纵队的 所以他们就讲说 哦 他们的前科是如何如何啊 还讲说 看起来哦 在澎湖的美国人 已经被第五纵队给锁定了 是不是要复刻另外一个 524事件啊 但真实的报道是说 这个在澎湖训练 台湾特首部队的 这个三名美军顾问 在澎湖马公市中正路 麦当劳大楼的六楼 越南店外的电梯口 与本地男子 呂叉叉 刘叉叉 装叉叉三人 碰撞之后 语言不通 打伤了三名美国人 也就是说 大家是不是六个人 就是都在越南店消费 然后在门口一言不合 这样子 所以 这感觉好像就是一个 当地的一个纠纷 只是刚好说对象是 绿扁帽 就是美军顾问 但是现在被绿影要操作成说 哇 这三个人是第五纵队 刻意要针对美国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大陆的这个歼35 呃 展现了实力哦 专家就讲了 讲说 诶 这会不会是 这个大陆隐形战机的 这个实战能力呢 因为看到港面 有曝光一些参数 美国之音讲说 他们几乎 这个歼35可以称为 解放军003 这个福建舰的主力舰载机 那用于这个电磁弹射起飞 那它的等笔模型 近来也出现在 辽宁舰的甲板上面 外界就猜测说 可能包含了辽宁舰 山东舰 这三艘航母 都会以歼35 作为一个主力的舰载机 那我们来看一下 金赛荣教授 他有提到 他说大陆的第四艘航舰 仍然是常规动力 解决台湾问题 绰绰有余了啦 因为呢 他说这个四常四合 应该是未来的基本配置 那第四艘的核动力航舰 应该是10万吨左右 航母大概是 两艘滑越 两艘电磁弹射 这个解决台湾问题 应该是绰绰有余 足够了啦 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 这个现在 大陆的一些态度 这个 有些网友发现了 两个细节的不同 这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涵 没有 他炮衣卸下 就表示他进入备战状态 当然是这意思 因为他不知道 他会不会跟你冲撞 那我们的海巡 炮衣是盖上 所以我们无意 无意让对方觉得 有军事冲突的可能 那结果是相安无事 基本上还是隔一定的距离 据我了解的是我方 因为我方毕竟你自己定的进制水域线内 所以你还是要做出广播驱离动作 可是这个就变成 我估计搞不好未来都是这样 就未来 这个坦白说还是因为双方合力去救人 对不对 现在还没有进入渔汛期 因为现在属于大陆的保护 保护捕鱼时期 他们大概六月下旬之后 就会进入渔汛期 尤其是七八两个月 大陆渔船就要出来了 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考验 因为我们这边的渔船 就我了解只有四十九艘 金门的渔船 那厦门那边的渔船可能有上千艘 那到时候他们是真的就出来捕鱼 就不管你那个尽管制限 那今天是水域 那到时候我们怎么办 因为到时候恐怕 它背后会有人 会有人保护着吧 就是海警 海间 就是海间不会 也就是海警 就是会有护鱼 或是渔政船 对 它会在后面跟着 所以坦白说 未来你一定会面对几个尴尬状况 第一个就是 等那个渔汛期真的来的时候 那人家就真的跟着来了 那到时候我们怎么办 我们也是广播吗 广播驱离吗 你认为大陆渔船会理你吗 它背后有大哥 这是第一种状况 第二种状况是 那个刘武店航道 那个苏骏早晚会完成 那厦门港是国际港 所以到时候就会有 很大的货柜轮进出 因为它的规划 是要让七万顿以下的船 都可以进出 那很大的船 那我认为到时候 各国的货柜轮就直接穿过 因为大陆一定会跟他讲说你们可以来 那请问你可以挡吗 因为他就直接从你的小金门 跟大丹岛中间那个航道穿过 因为那个是距离厦门最近的航道 所以到时候如果各国的贸易货柜轮都就这样直接穿过 那我们海巡船要挡吗 不让人家进来吗 你如果不让人家进来 我跟你讲 大陆的海警船就会介入 要把那个航道打开 就他也要去维持那个地方的秩序 现在就变成维持秩序的 是两方都在执法 因为大陆的用语是 他海警要编队 然后那个 就是定期的要做执法的巡视行动 他的用语是这样 而且他现在不叫下金海域了 他现在叫金门附近海域 那就摆明这里就是他的 他现在都是 你可以看到他的小动作 语言上的一些修整 那接下来如果他要 欢迎各国的货柜轮船经过 他当然要保护人家进来 一样的 那更进一步 这个就是立将军最担心的 他当过小金门的指挥官 如果军舰通过 那我们的国军怎么办 我现在不是讲海军船 我讲国军 因为我们小金门跟大丹岛都有国军 那我们的大丹岛 坦白说 因为平常有一些运捕 那个船是来来去去的 运捕船 事实上就是国 就是隶属国防部的 那是属于军事补给 那如果他真的给你制造一个事件 叫 给你临时登检 你怎么办 这事让他做得到你知道吗 就是他如果用他的海警船 就说我要登检 那你不是很没面子吗 你军用船也被登检 那这个军舰是不是要 要反击了 干嘛 我估计我们都不会反击 所以我估计 我觉得海巡跟我们国军 恐怕要及早 想好面对这样的即将发生的事实 你怎么办 因为老百姓会看到 老百姓就看到你 有海巡船 然后有国军在那边 结果你都不敢真的执法 因为执法就会打起来 那怎么办 这最快会是在下个月 出现这个情况吗 下个月可能还不会 我估计就是520之后 因为他基本上还是看你520 在做总的 他的判断大概是这样 好 来问一下介老师 对 其实大陆现在就是用 就用具体的作为 来这个印证他的立场 没有禁止水域 就是这样 我觉得那个接种 他讲的是值得我们深刻 这个关注的 就是说现在只是 就是在金门水域 所谓的禁止区 中国大陆已经不承认 用实际的行为 来证明它不存在 那接下来就是中线以东 中线以东 台海中线以东 那中国大陆会不会列入 他的海警船的这个 这个实时主权行为的 这个执行范围里面 进入到这个 以东离台湾海岸线 有多近的水域 这个都是将来 我们才真正值得关注的 那以中国大陆海警船的实力 跟他的这个船只数目来讲的话 他要做到一点 并不是这么困难 那如果有一天就是说 我们国内的这些朋友 坐船出去一出港 没多久看中国大陆海警船 在那边巡逻的时候 我想可能到时候 可能也只有习惯了 因为事实上 蔡英文政府是不会采取作为的 现在中国大陆不是 上个礼拜他们有三艘海警船 已经进入山海里 金门水域山海里 那民进党 那个蔡英文就说 我们有派海巡署的船 去附近喊话 然后喊话一小时 那个喊话其实就是放个录音带说 你要离开 这是我们水域怎样 然后喊话完就回来了 行礼如遗就回来了 人家照样寻他的 就变成 就可能将来变这个事实 那这个东西 问题就变成第一个 上一次我们台海中线 是因为我们让裴洛西来 这次搞的这个214撞传事件 搞到这个结果 那事实上的话 如果没有发生这两件事的话 或这两件事的处理比较缓和一点 可能我们还不会损失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陆就是说 你有给一个 有一个这个好机会的话 大陆就往前面走一步 这个可能就叫做两岸关系的一个 一个发展的模式 那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 这个澎湖的这个 这个美军人员 绿扁帽跟我们澎湖的民众起冲突 这个有人居然说 是第五众队去打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真的要去找这个绿扁帽部队的话 你怎么会三对三呢 三对三你也不是他的对手 人家是特总兵 对不对 他自己讲的 手伸出来都比我们小腿粗了 你要去找他麻烦 你会派三个这样的人去找他麻烦吗 而且绿扁帽会笨到说 还刻意这样子被你发现身份 然后在这样子的状况下起冲突 对啊 而且绿扁帽 也不是只有他们 对 会这样特别去找人 绿扁帽是不该去不良场所 对啊 对啊 那个请问是陪酒的酒店 不过讲这句话的人 居然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军官 退休 他这不加清红 再来就说没有错 美军没有错 是我们台湾人找美军的 找美军的麻烦 请问一下如果打起仗来的话 他站哪一边 这只是民间冲突 已经站在美国人这边了 对啊 他不要忘记他拿的是台湾的薪水 台湾人纳税钱的 那三个人也是他的衣食父母 也就是说跟美军冲突的任何台湾人 他就会说他是大陆人 对 他是大陆人 而且他讲这个 徐中茂是什么第五众队 那是恶妖魔化别人 徐中茂他那个图文馆 介绍的是什么 台湾的历史的图片资料 他花了很多钱卖很多台湾历史的 日本时代的清朝的 这个民国时代的 这些早期的他收集很多 这跟第五众队有什么关系 他以为别人就没有看过 徐中茂那个图文馆 进入图文馆就是第五众队 这种人 你不觉得就是说 给别人栽赃 也要有一点点逻辑 跟有一点点做一点功课 这种是骗人骗惯的人 就是惯行说谎说惯了 所以就随便给人家戴帽子 我觉得这个真的 真的 真的对台湾最不好的 就是这种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的人 不过我的了解是 绿北帽是低调 军纪也是很严的 晚上应该要待在他的基地里面 你怎么会去越南酒店呢 对啊 所以美国单位是不是注意一下 管束一下这些人的纪律 他跑去麦当劳的六楼 就是去喝酒作乐 不然是去那边干嘛 这还用说吗 被人家揭穿这个 还好一直大闹新闻 虞北城是丢脸到街 自己也是军人出身的 在酒店落室还好出来大做文章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